好,我们最后一个花瓣啊,勾完之后 我们再往前引拔一针啊 所以相连来到第一个针目 来到第一个花瓣这个位置啊,再引拔一针 好,然后断线 我们这个线要留长一点,大概60mm这样子啊 我们要去把它两片缝合起来 然后还要勾一个这个挂绳 所以我们尽量留到50mm到60mm这样子啊 短了的话它会不够线红 好,拆上缝合针之后呢 我们一对一的去缝啊,看到 小单边啊,这个单边 然后这一个也是啊 正面,我们的两个正面向着外边啊 巧,都是巧着两个靠近的单边去缝啊 靠近里侧的这个单边啊 就是靠近我们枝片里侧的这一个单边啊 这边也是一样的,一针对一针的去缝啊 这样子 用卷针缝啊 我们第一组,第一组这里可以缝多一次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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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针对一针的缝 一针对一针的缝 我们按照这个方法 每一针都要缝 包括这个 转角这个位置的针目 都要去缝上 转角这里 跟这边这一个都要缝上 我们去缝 缝到剩下一个花段不要缝 我们要往里面塞棉 我们这里先把这个花 像这样子一对一的去缝 如果我们针数实在错了 我们就一个可以少缝一针 一个可以多缝一针 如果我们这针数就是这样勾过来的话 它是对得上了 所以我们就一对一的去把它缝 缝了剩下一个花瓣 我们就往里面塞棉 好 我们自己缝到怎样塞棉方便 我们就缝到怎样 就把这个棉塞进去 好 用这个钩针 这一头 钩针这一头往里面去塞 好 缝一个塞一个就容易一点 缝到全部缝完的时候就不太好塞 好 这样子 好 这样子 塞进去 我们自己塞的时候就缝一个啊 把这一个缝啊 像个口袋一样就塞一个这样容易一点啊 全部缝完的时候也不太好塞这个棉啊 好 然后就剩下这一个 这个呢 这个呢 我们就 就往里面去塞 然后我们把剩下的口纸缝上 就是差不多了 美花天涯各一方 我吹着你的月光 泪却是了阳光 我是随风藏满望 此趣半身太寂寥 花落惹人断肠 美花天涯各一方 我吹着你的月光 好 我们这 最后这一针好 我是随风 红两次 在这里打个结 缝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针 把这个线往 绕着这个针上面绕两下 它就打了一个结 这样子 绕两下我们也可以从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位置去勾 挂绳 这个线还很长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 花瓣上边去勾 我们把这个线 穿到这上边来 然后去勾一个挂绳 缝好之后啊 我们就把这个线穿上来 然后找到这个针目 把这个线 带过来 去勾辫子针 这个绳的话啊 大家需要多长 我们就按照自己需要的长度去勾织 当然也要取决于我们这个线啊 如果我们这个线剩的多 我们可以勾长一点啊 如果我们这个线剩的少的话 我们就勾短一点啊 这样子 然后一个这个绳挂绳 然后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穿上缝合针 我们把这个线啊 藏在植物里面去 我们剩的多的话啊 剩的少我们就用勾针去尝啊 剩的多我们可以穿上缝合针 在这里面去尝 好 然后我们这个泡泡花的教程啊 然后公司方法教程啊 然后就讲解完了啊 好 好